柯文哲 吴欣盈 继赖清德 侯友宜之后 民众党政府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吴欣盈 也在投票前一日召开国际媒体记者会 如同前两位候选人 外媒重要关注点在于柯文哲如何处理两岸议题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也是台湾最重要的盟邦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不管谁当选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会改变 但是新政府跟中国的应对态度 应该会有不同 所以现在声明是说 所以我以前也讲过说 我会遵循小英的外交路线 特别指的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柯文哲强调 如果当选和现在执政党最大不同 是将展开对中沟通 并表示只有自己是美中都可接受的人选 而2024年总统选举 台湾看见第三党势力 可能将罕见出现国会三党不过半的投票结果 民众党喊出力拼国会实习 外媒也关注未来民众党在国会中的运作 不会太注重于政党的分别 我们主要是议题的合作 也不是说任何一个政党 我们就一定要跟他在每个议题上面合作 而副手吴欣盈在记者会上 从开头致辞到回答外媒问题 使用全英文 媒体也关注他财团背景身份 台湾国媒体 他们喜欢你称为神龙的皇帝 有些问题 你会问到你 有没有要求你父亲的允许 我应该要叫我父亲 问他在那里 约有160家的外媒出席 包括了美日韩等国媒体进行提问 而这一周陆续三党候选人都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赖肖佩约开了57分钟 侯赵佩约开64分钟 客户佩则开了56分钟 国际高度关注台湾大选结果 未来的总统也以最大诚意接受外媒检验 新唐亚特电视 曾新闽台湾台北报道